上期我们说到,英法联军打到天津,拿下大孤口炮台,迫于形势,咸丰不得不派出桂梁、花沙纳、齐英去和英法谈判,而当齐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欺骗朝廷的事情败露后,就被咸丰刺死了,唯一富有谈判经验的齐英死了,没有谈判经验的桂梁和花沙纳就如同咸丰预想的那样,被英法美俄代表拿捏得死死的。 对其所开列的条款根本不敢磋商,连一个字都不敢更改。 6月13日,桂梁、花沙纳首先与沙俄驻华公使普提亚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在这个条约签订的前一天,沙俄还逼迫黑龙江将军义山签订了爱辉条约,将外星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近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化归了沙俄, 并将乌苏里江以东近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化为中俄共管区。 5天后,桂梁、花沙纳与美国驻华公使签订中美天津条约。 6月26日和27日,桂梁、花沙纳分别与英国代表俄尔金和法国代表葛罗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 这四个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八条,条约的具体内容我们就不叙述了,已经打在了屏幕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个暂停键看一下,总之就是毫无保留地同意了一切要求,让对方赚了个盆满钵满。 四个天津条约签完后,英法、峨美公使都很满意,于是各自撤兵回国邀功去了。 说到这里,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么多不平等条款,为什么大清签得如此爽快? 如果这些条款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答应,那先前为何又要为了条约的事跟英法周旋了十几年呢?答案很简单。 这些条约都是桂梁和花沙纳自作主张签的,根本没有得到咸丰的同意。 当桂梁等人在天津被四国公使拿捏时,北京城内的主战派官员和主合派官员正在扯皮。 主战派主张打,主合派主张谈,但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合派,都未曾想过全盘同意列强提出的要求。 比如前面提到的第一点,允许各国公使进驻北京,当时几乎所有清朝官员都不同意,要求一切跪拜礼仪,遵照中国制度。 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后来主导洋务运动的公亲王易新。 所以,当咸丰看到桂梁带回的四份天津条约时,直接就蒙圈了。 桂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吗?谁同意你签字了? 见皇帝生气,桂梁脑瓜子转得贼快,他马上说,这些都是城下之盟,权宜之计罢了。 等敌人撤走后,咱们就赖账。 咸丰被桂梁一痛忽悠,觉得言之有理,这事儿也就这么翻篇了。 事后,为了避免列强报复,咸丰从前线调回了科尔沁亲王孙格林沁,令其到天津备战。 孙格林沁到了天津后,征召数万民夫兴建炮台,安置蓝河设备,阻止敌舰深入,又集结了一万四千精兵,加强巡逻。 1858年12月,沙俄首先找上门,要求换约,确认先前允诺的各种利益条款。 咸丰派人一痛忽悠沙俄使者,表示半年之后再来。 半年后,英法美三国公使组团上门提出换约要求,咸丰这一次顾忌重施,英法公使见清政府隐约有赖账的意思便决定动武。 1859年6月25日,英法联军舰队抵达大孤口炮台海域,并于下午三点突破了清军的第一道防线。 清军战前准备充分,当联军舰队准备突破第二道防线时,清军部署在大孤口两岸的炮台,火力全开,将联军舰队打得是狼狈而逃。 首战失利,英法联军调整攻击方向,出动一千步兵,乘坐小船,登陆作战。 不过,清军在陆地上也有准备,当联军冲上岸后,马上又遭到清军的炮击。 这两场战斗下来,英法联军总计有四艘军舰被击沉,六艘被击伤,93人战死了,385人负伤,而清军仅损失32人。 前方暴劫,而且是货真价实的胜仗,咸丰一下就精神了,随即也产生了飘飘然的心态,一些大臣的心态,甚至比咸丰还飘,扬言成胜追击,推翻之前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复香港。 六个月后,英法联军卷土重来,这一次英国出兵一万二,总司令为格兰特,全权公使为俄尔金,法国出兵七千,总司令为孟托班,全权公使为葛罗。 咸丰得知消息后,下令加强戒备防备英法反击。 1860年3月8日,英法联军抵达香港,正式开打前,俄尔金和葛罗一起向咸丰开出最后通牒,并提出三点要求,要求还是老生常谈,在此就不多说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面对列强的要求,咸丰还算比较清醒,他给出的回复是,钱可以各家赔一百万,但是道歉和换约没得谈。 相比于咸丰,以森格林沁为代表的主战大臣就更激进了,一条也不答应,不服就干。 见清政府无意谈判,英法两国公使也随即正式对清朝宣战。 1860年4月,英法联军占领周山,5月到6月,英军占领大连湾,法军占领烟台。 由此,英法联军封锁了渤海湾,并以大连和烟台作为攻击天津的前进基地。 7月,英法联军173艘军舰,17000人抵达天津大孤口。 得知敌人来了100多艘军舰,森格林沁自以为是的认为,扬然长于海战,短于陆战。 如果把联军引到箭炮射程之外,打陆战,必能一战兼职。 于是,清军在开战之前,便放弃了大孤口北面的北塘口,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打海战还是打陆战,清军在列强面前都是渣渣。 8月14日,英法联军攻击唐姑,清军惨败。 而联军的死伤可以忽略不计,仅一人死亡,15人受伤。 唐姑失守后,森格林沁带着大孤口南岸的清军往天津方向逃跑。 北岸的一千多清军在直立提督乐善的指挥下,坚守不退,英勇抗击。 在打死联军62人,打伤349人后,最终全部壮烈殉国。 8月21日,森格林沁逃至天津,但天津无险可守。 森格林沁随即又继续撤退,决定在通州附近与联军决战。 8月26日,联军攻占天津,并建立傀儡政府进行管理。 见英法联军有九驻天津的打算,咸丰再次派出桂梁进行谈判。 桂梁见到联军代表后,无条件接受所有要求, 即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再增加400万赔款,并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谈判结束后,桂梁回朝禀报。 但由于咸丰认为英法联军远及天津,北京的安全无法保障, 便要求联军先退到大湖口,然后再谈判。 很显然,英法联军是不会主动放弃天津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英法联军一面与清政府谈判, 一面加紧备战,为攻打北京做准备。 9月9日,咸丰表示自己将御驾亲征,借以激励士气安定人心。 但到了第二天,咸丰却派宜亲王宰园和兵部尚书穆英去往通州取代桂梁, 与联军代表八夏礼议和。 谈判期间,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议和再次破裂。 宰园回去复命之前,接到咸丰手遇。 大意就是说,八夏礼是联军的谋主,算是首恶, 有必要的话,把他抓起来。 当时的通州是清军的控制范围。 见皇帝要求逮捕八夏礼, 宰园随即命令森格林庆,将八夏礼等39人逮捕。 抓了八夏礼后,宰园给咸丰报劫, 说八夏礼善能用兵,各宜军听其指使, 现已旧勤,该宜兵避乱。 在宰园看来,八夏礼是很大的干部, 类似于古代的军师联军的诸葛亮, 活捉了八夏礼, 英法联军避讳军心大乱,不战自愧。 然而实际上,八夏礼只是一个精于翻译的外交官罢了。 9月18日,也就是八夏礼被逮捕的第二天, 英法联军攻陷通州。 在拿下通州之前, 英法联军与清军在张家湾大战了一朝。 此役,清军总兵力超过三万, 其中有一万人是蒙古骑兵。 英法联军兵力约四千。 张家湾这个地方是一片平原, 十分的开阔, 非常适合蒙古骑兵发动冲锋。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 以一万蒙古骑兵配上两万后援, 对战四千敌军。 如果是在冷兵器时代, 这样的战斗是必胜无疑的。 森格林沁的部署没问题, 但问题就在于, 当时不是1260年蒙古骑兵纵横天下的时代, 而是1860年, 热兵器成为战争主流的时代, 所以这场战役没有悬念。 开战之后, 英法联军首先发动进攻, 森格林沁派骑兵抄袭英法联军的侧翼。 当蒙古骑兵冲入战场后, 立即遭到联军枪林弹雨的打击, 瞬间倒下一大片。 森格林沁见骑兵损失惨重, 决定撤出骑兵, 以步兵接防。 可是骑兵后撤时, 由于马匹受到惊吓, 竟然冲向了后面赶来的步兵队列。 于是, 清军的阵脚顿时大乱, 联军抓住时机, 先以炮火猛轰, 随后发起步兵冲锋, 打得清军瞬间全线崩溃。 整场张家湾之战下来, 清军死伤一千多人, 英法联军仅损失三十多人。 拿下通州后, 联军司令部给士兵一天时间抢劫, 以此作为对清军逮捕巴夏里的报复。 趁着联军在通州烧杀劫掠的空档, 森格林沁率军退守巴厘桥, 这里离北京只有三十里, 是北京最后的屏障。 9月21日, 八千英法联军抵达巴厘桥, 其中参战部队约六千人, 配有二十七门主力火炮, 清军兵力近三万人。 当天上午, 双方展开对战, 蒙古骑兵首先发起冲锋, 至于冲锋的结果, 可以说是张家湾之战的翻版。 当时一名法国军官记载了战场情况, 炮火枪弹, 像打不倒清兵似的, 甚至有时冲到我方大炮前三十来米, 不过炮火变得更加密集猛烈, 将他们一一打退。 清军在连续的英勇冲锋下, 曾一度打得法军步兵, 几乎要支撑不住。 几个阵地竟然让部分勇敢的清军官兵冲入, 但是清军扎到极致的肉搏能力, 使得其在近战中根本占不到便宜。 几轮冲锋下来, 清军骑兵要么被法军的枪炮打死, 要么被法军的刺刀捅死。 当法军与清军对战时, 英军用火炮轰击清军的炮兵阵地, 并派出西克骑兵以标准的欧洲式枪骑兵冲锋, 对蒙古骑兵发动冲击。 这场骑兵与骑兵的对阵, 不擅长近战的蒙古骑兵完败。 据一名西克骑兵事后的回忆, 他们只是很难抓到, 一旦抓到了就造不成什么伤害。 一名英国军官也说过类似的话, 双方相撞后, 蒙古骑兵被砍翻一片, 看起来就像在打九柱球一样, 武器装备不如人, 兵员素质不如人, 就连一向自认为是杀手锏的蒙古骑兵, 也被英法联军的骑兵,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砍翻, 如此糟糕的战斗力, 如何有取胜的可能呢? 最终在英法联军的进攻下, 清军惨败撤退, 英法联军占领了巴厘桥。 根据事后盘点, 英法联军的损失在30到50人左右, 清军的损失在1200到3000人左右, 网上常能见到清军在巴厘桥伤亡过半, 也就是损失一万多人的说法, 但这一数字并不见资料记载, 无法确认真伪。 巴厘桥失守后, 北京无险可守, 9月22日, 咸丰见洋人即将兵临城下, 便毫不犹豫地带着老婆孩子逃去了承德避暑山庄。 咸丰逃跑后, 留守京城, 负责善后的是公亲王易新。 9月23日, 英国公使戈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向易新发出召会, 要求清政府释放巴厦里等人, 并在通州签署条约, 一心拒绝释放人质, 并要求联军先退到大谷口外, 然后再谈判。 俄尔金和葛罗见一心到了这个地步, 还敢跟自己讨价还价, 便扬言要进攻北京城, 洗劫北京郊外的皇家园林。 10月6日, 一心在反复斟酌后, 同意了俄尔金和葛罗提出的放人要求, 但由于同意的太晚, 命令下达不及时, 英法联军已经洗劫了圆明园。 10月8日, 巴厦里一行人被释放, 俄尔金见巴厦里一行人遭到清军虐待, 怒火中烧, 决定以焚毁圆明园作为报复。 注意了, 在英军焚烧圆明园前, 英法联军已经把圆明园内的珍宝搜刮了一空, 但俄尔金得势不饶人, 坚持要求把圆明园烧了。 对于俄尔金的主张, 法国公使葛罗和法军总指挥孟托班均表示不赞同, 不过他们反对的原因截然相反。 孟托班认为焚烧圆明园会激怒中国人, 继而导致谈判破裂。 葛罗则表示, 要烧就烧紫禁城给中国皇帝一个深刻的教训。 三个人吵来吵去, 最后确定先焚烧圆明园, 然后再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就这样, 汇集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精华的圆明园, 被英军一把大火烧成了残垣断壁。 英军对圆明园动手时, 法军也没闲着, 与英军一起趁火打劫, 导致万寿山清一园, 香山静一园, 玉泉山静明园, 以及畅春园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10月18日, 英军毁掉圆明园后, 对清政府下达最后通牒。 通牒的内容可以简单归纳为一句话, 那就是, 如果咸丰皇帝再不同意签订条约, 那联军就将于10月20日焚毁紫禁城。 10月19日, 咸丰皇帝得到消息, 立即派人向一心传旨, 同意和谈。 当天晚上, 一心收到上誉后, 表示同意英法的一切要求, 并与英法分别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 条约的内容是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 增开天津为商部, 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并将赔款由400万两增至800万两, 事后沙俄继续趁火打劫。 在此前爱辉条约的基础上, 将原本乌苏里江以东, 包括库业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的中俄共管地变为独有。 经此一难, 清朝损失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至于另一个搅屎棍美国, 虽然没有单独与清政府再签订新合约, 但因为美国在华有片面最惠国待遇, 英法俄拿到的各种特权美国自动享有, 所以美国也获利颇多。 签完条约后, 英法联军从北京撤军,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 既然都占领北京了, 为什么英法不直接灭掉大清呢? 看过前面你就知道了, 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后, 根本管不了中国人, 只能通过扶持傀儡, 间接控制天津, 联军就来了那么点人, 抢劫固然可以, 但治理就完全谈不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 灭了清朝其实不利于英法对华开展贸易, 而留着清朝持续割肉, 这样才能让英法获利更大。 相比于英法, 沙俄由于与清朝接壤, 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移民占地盘, 并不会存在无法管理的现象, 所以, 沙俄更热衷于侵占土地。 回看第二次鸦片战争, 完全可以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翻版, 清政府从头到尾都是稀里糊涂, 从皇帝到大臣, 无一不是昏溃至极。 通过这场战争, 清政府的愚昧和落后,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由于被打得太惨了, 清政府在隔年主动进行了洋务运动。 由于卖国卖得够彻底, 清政府也获得了列强的大力支持。 洋务运动加上列强的支持, 这为清政府后来消灭太平天国奠定了基础。